心甘情願感染你的前線 溫暖的歌聲搭配單手伴奏 二十歲Baby 國中時因為鼓癌復發 右手臂截肢 卻沒放棄音樂天賦 獲得抗癌鬥士的肯定 建有音樂 將我心中的情緒 寫下來 然後抒發出來 那我覺得藝術是可以釋放 很多能量的一個管道 把化療打藥的過程 都當作瘋狂打地鼠 三十六歲陳雲芝 三年前罹患卵巢癌 父母親也因為癌症過世 他創造漫畫角色雞大王 療癒外型和趣味口白 帶給許多癌友正向的力量 可以用比較親口的方式 去帶過這些痛苦這樣子 所以就創作這個雞大王 也意外幫助到滿多人的 因為有些人他會覺得說 他很痛苦的是看我可以這樣 還可以這樣子畫出來 喜樂的心態是兩條 謝謝 走下去就會勇敢的 抗癌鬥士不分老中心 展現出強韌的生命力 副總統陳建仁也分享 罹患肺腺癌的經驗 強調癌症並不等於絕症 千萬別放棄治療 我記得我開招的時候 陸進台大醫院 開完到第四天 就再回到中環圈上彈 所以他們到我們 都早期發現感染 早期發現更能勇敢上 病魔挑戰 抗癌鬥士要持續開創 生命的奇蹟之旅 大醫新聞蔡林萬張紅 台北報導